所以尷尬其实在中日的关系 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 到底要不要进一步经济交流 看起来官方是有意愿的 但是要交流到什么程度 又有上个礼拜发生了一个 大陆的游客的意外事件 怎么说他跑去靖国神社 做了一些让对当地觉得 很亵渎的行为 包括洒尿 包括各种的侮辱 但因此日本的驻广州领事馆 直接通知书送出去 撤销了11间中国旅行社 赴日送千全 也就是说当微博上面讲 河水比尿脏等等 这种言语在发酵的时候 旅游业者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是不是现在日本不欢迎大陆游客 如果不让他们去 接下来会发生会不会更扩散 或更严重的问题 甚至报道里面很多种面向 是来自三立新闻网的报道 他说有中国的游客 飞到日本的时候 被海关问三个问题 他就包括了什么 你从核实资料 你有没有买了 最重要一个问题叫做 你有没有买了回程机票 等等的 结果他说还好 我有买了回程机票 才证明没有问题 才放行 他认为在日本玩多久 有没有同伴这些问题 让他觉得心里很有压力 是不是 中国游客现在到当地去 有一些压力跟问题 日本游客也有这样的报道出来了 说抖音跟小红书 最近很流行叫做 在潮间带减海产的赶海潮 是不是有 我也搞不清楚 但这个流行到日本海岸去了 那到日本海岸去会产生什么情况呢 可能会有非法捕捞 或者是集中在高级水产品 这么好捞 伊士龙虾海生鲍鱼 这么好捞 我是不知道 有这么容易吗 但总之他还留言说 挑衅来抓我 这个变成新闻 那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官方对于中国 却没有想要真的 把它踩到死 让双方到翻脸的地步 所以日本相对的谨慎 就算美欧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日本现在仍然是保留 没有做这种相关的跟进跟报复 所以冲绳跟美方的关系 也一样紧张 因为冲绳之士 很长期的表示 他不希望美军继续阻打在这里 而瑞士的消息是传出来说 而美军将撤出这样一半的 这样的人力 军力从第一岛链 撤到第二岛链去 这个人数是今年12月开始 将要开始做的事情 把1.9万的美军当中的4千人 移到关岛 5千人移到夏威夷 这样分开来去派任 所以让冲绳美军只缩减到 只剩1万人左右 这是为了把部署 扩大到其他的区域 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分散 还是真的因为冲绳当地的不满呢 冲绳现在刚刚完成了 议会的选举很不妙 就是相对这个 之前一直希望美军离开的知识 欲成丹尼派 沦为少数败选了 不过败选的还其实不只是 这个所谓的欲成丹尼派 岸田文雄也一样 在议会的选举大选里面 一直处于弱势 甚至最新的民调里面 可以低到19.1 这是这个全日本新闻网 民调调查长期以来最低 第一次低于20个百分比 所以对于现在的现况来讲说 是不是对于接下来岸田文雄 还能够留任都还是大问题的时候 要抢救自己的民调 每次都是出国去 可以从外交抢回来 所以下个月要准备访问德国了 各种什么矿业合作 AI供应链 有没有机会把民调赢回来 否则接下来他的政权 恐怕也要不保了 赖教授 因为中日之间的各种情节 现在发展下来 其实都同样影响了 一直在完全依赖美国 往美国靠近的岸田文雄 他的民调情况 岸田文雄的民调支持 都一直往下降 而且严格上来讲 现在已经降到史无前例的最低了 14点多的百分比的支持度 理论上讲在过去日本的政坛 他们的传统 他早就应该要辞职了 要不就是他们的自民党内 的总裁要改选 要不就是要解散国会要改选 但是很明显的岸田文雄 他坚持不懈认 不过我觉得9月的时候 他们改选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 因为连他的党内的反对派 也越来越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如果自民党的支持度 加一直 因为岸田也把整个自民党 往下拖了 如果再往下拉下去的话 到时候自民党搞不好 会再一次 这是在历史上 等于是第二次如果再出现 他的政党垮台 那是第二次了 政党轮替 因为在日本来讲 政党轮替真的是很罕见 曾经只出现过一次很短暂 然后如果这一次再第二次的话 那我想这个对于自民党来讲 会是重挫 因为在野党 他一定会好好的把握做机会 所以在野党一直要求 岸田文雄要自治 解散国会提前改选 可是看起来目前来讲 岸田文雄虽然坚持不肯 但是他的党内的人 已经开始有意识 要他下来了 那他的政敌 党内的政敌也已经摆明了 他不排除要出来选 所以看起来岸田能不能再继续干下去 我们一般估计都认为不太可能了 因此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往国际上跑的时候 世界各国的领袖 已经不太把他当成一回事 一个即将要卸任 可能就好像苏纳克一样 英国的首相 你看现在他去哪里 没有人要写他新闻 因为很有可能再过几天 他就下台一鞠躬 7月4号英国的改选 笃定保守党绝对输 工党赢 苏纳克下台一鞠躬 所以Mirror什么人理会他 甚至连拜登其实也越来越少人理会了 所以岸田文雄 他下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的情景下 他的国际的影响力 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浪费 时间跟他谈事情 另外我觉得 琉球群岛的问题是这样子 美国事实上早就知道 他部署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基本上都是在解放军的 有效的打击范围内 所以他很早就进行战略退却了 你也可以说成是战略转禁 也就是说避免遭受到 解放军的第一级 所以他事实上已经很早 就把他的战略武器都转到 这个关岛 还有这个夏威夷这个地方 然后他现在要求日本的是在于 日本的东侧 就是离解放军更远的地方 日本的东侧的这一些小岛 这个小岛是有人岛 然后要日本花钱 把它整顿成为一个 临时的海军跟空军 停泊的军事基地 那也就是说要给他供电供水 然后做成为军事基地 也就是美军如果到时候要辞员 日军作战的时候 这个地方要作为跳岛用的一个战术 可是他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其实已经陆陆续继继在撤了 因此他现在的空军 都已经不再是永久长期部署在日本了 他现在是任务编组 也就是说他的飞机是不断的在做转场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很早就已经算出 他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如果跟解放军冲突 他会都被摧毁 所以现在他要日本打第一线 韩国打第一线 现在事实上也是要菲律宾打第一线 美国撤到后线 那这样的话他可以辞员作战 但是他避免被打 在第一级中被摧毁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不是这个琉球的这个知识 他努力反美抗议成功 不是 是他们早就在做转进的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中央政府 他们根本不在乎地方政府 特别不在乎琉球居民的意见 琉球人对日本人来说是二等人 并不是一等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会在乎 所以当时琉球的知识 也反对把余闹过岛军事化 他一样把它军事化 是 我原来看到中日关系 当美国在邀请了安田文雄 去演讲 国会演讲 好像在给了面子 但是他到了G7 当然他后来也去跟中国大陆 有对话 希望再把合作捡回来 可是G7的确是被冷落的 那问题是他现在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民调低吗 可能被换掉吗 以至于现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也就显得相对尴尬 日本跟中国大陆关系 真的要好 但是不是很容易 可是它根本上地缘政治的问题 这两个大国 在东北亚这个地方 他们的势力 在这个地方重点或冲突 所以中国落的时候 日本就侵略中国 中国强的时候当然也会 也打过日本 像复必烈的时候这样 不过这几年 这些年来 日本人其实最早的心态 是看中国大陆是看不起 你的制度很差劲 你也很落后 他有些人还是停留在 这个二次大战期间 或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那种中国腐败的 这种清王朝留下来的这种包袱 可是后来中国大陆的那种快速的进步 韩战当然给日本一个很大的震撼 韩战的这个结果 日本人被美国打得很惨 可是韩战的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死了很多人 军人死了很多 可是跟美国基本上打成了一个平手 虽然他重创 这个军队重创 所以日本是觉得有点佩服了 到后来是这些年来 日本以为任何他的基地只有美国比他强 没有想到中国大陆快速超越他 所以这边有嫉妒 酸葡萄 还有历史上本来就藐视 还有一些的愤旱 比如钓鱼台问题 就是你一直咬着我不放这样 所以这很复杂的心理 我觉得他们改善不容易 因为日本下的选择 其实一直都是跟着美国走 所以田中角龙那个时代 很短的一段时代 敢跟美国人对抗 其实到大部分的时候 日本人作为一个被美军 驻扎了5万人在土地上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本身就是个不正常的国家 所以他就只有选择跟美国人走 所以我认为他要跟中国大陆 改善关系不太容易 因为美国选择要跟中国大陆对抗 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他不缺国际场合曝光 2022年拜登到日本访问 拜会的天皇也跟首相也见了面 2023年的1月 这个岸田又到华府 在白宫跟拜登举行的 所谓的高峰会 2024年今年4月9号他又去了 又在进行白宫的 战略的高峰会这样 所以他不缺曝光度 G7不讲APEC也不讲 他都参加了 无理是你日本的经济不行 人民对自民党政府的表现 非常的不满 而且认为你保守 僵硬而且腐化 我们只要看一下 今年的4月28号的投票 改选三席众议员 全输 在这个东京一个区输了 长期也输了 岛根县也输了 三输 所以人家就认为说 你这个自民党看起来不行了 现在就是立宪民主党 大概取而代之 一般的看法是这样子 当然自民党他本身非常有钱 他跟财团的那种勾结 就是那种联系 我们不要讲勾结 联结很深 联结是很深的 所以选举有钱总是好班次 不管做广告什么都容易 所以他还是算是 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可是以现在的人气来看的话 自民党应该会大败 我看这个岸田是飞下台不肯 你有没有看到去社会上 他连他同党的人都不找他吃饭 把他丢包 尴尬 严老师怎么看这个中日间的发展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 岸田文雄也不要太难过 因为你的状况 好像比英国苏纳克好一些 因为苏纳克可能他席字 会低于100席 这个很惨的 然后我们看最近的 包括印度 你说莫迪也选得不好 对不对 一党也没有办法过班 同样在南非也是 同样这些大国的 今年不是好的选举年 法国也不好 然后加拿大 你看杜鲁道也都不是很好 所以真的 今年就是时间点真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特别要提一下那个晋国 因为我自己要特别去看一次 到底里头写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 确实有争议 我自己看完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 他也跟我讲 他说如果美国人真的好好看完 会非常生气 就是说这是一个军国主义 美国当时为了要打倒军国主义 就竟然把他们美化的这个样子 所以他说美国人今天是因为跟日本关系好 所以没有去看 如果好好的看要检讨 但是你要去那边撒尿也是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 但是大陆的游客确实在有些地方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声音最大一定是他们 或者就是要求采购什么东西 那个就是有一点点我们讲说财大气粗 那确实是他们自己要去改善的部分 但我觉得日本跟大陆这个关系 真的不容易改善 除了刚才预防委员讲过这些历史的脉络之外 日本现在非常难过是90年 他们以前也看不起韩国 结果现在发现韩国很多地方也都超越他了 然后再加上大陆有些地方也超越 所以日本这个以前是你知道 他当初说是搞什么东亚共融圈 是我带头带着你们走向现代化 因为我是第一个搞明治维新 走向西洋这个现代化的国家 我要作为亚洲的这个领头羊 结果现在这个以前的殖民地 韩国好像已经跟他并驾齐居了 甚至有些地方超越他了 大陆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日本这个心态 加上他们这个日币现在贬值得 好像就变成是很多的旅客会去 包括台湾一大堆人去日本 我也刚从日本回来 就是你会去是因为他的日元很低 我觉得这一点对日本人来讲 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冲绳我这次也去看了一下冲绳 我觉得冲绳确实他们 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传统 所以你就不可能说 他是完全属于日本的一部分 然后再加上因为日本配合美国 弄这些基地 弄了美军在冲绳 这个行为也是不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美军撤出来 当然战略上面是对的 但是另外一个也是 就是你已经很不受欢迎 说老实话 你离开也对 我觉得这个事真的是在冲绳是这样 但也还有一万人 也算是蛮多的就是 但减少很多 一般 世界各国很多的刚刚提到的 选举的政许都可能要变天 动荡当中